來看他投不投的進去 這一球打擊出去 在中右外野方向的一個大荒廊 落地形成了強打 現在王振堂有得跑囉 繞過了二之後呢 繼續來衝刺 衝刺這個回轉球很快 但是來不及 王振堂這個時候 敲出了一支三雷安打 不守蹲內角 這一球打滾地球 三雷手沒有辦法 攔截 這個時候是讓三雷上的王振堂回來 而且生化位也是安全抵達了一壘 這一球打進場內 二雷手接球之後 傳遊擊再往一壘送 這是一個Double Play雙殺手臂 放國神一下子把雷包上的兩位跑者 變不見 不過富邦漢將在第一局 還是有分數的進帳 1比0戰時領先衛全龍 這個選手可以單槓 第一棒能力度的人選 切了一下帶成了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生化位的管區 往後退完成了接殺 低角度的變化球來做引誘了 好棒刺 好像有 感覺有沒有出棒了 我才定是出棒過半 三球三生好 三針掉了 握握握握 外角外角滑球 反向的安打非常的多 內角頭的胎裡面 投出了四壞球保送 李凱衛又上壘了 一壘上游 李凱衛 走了 船二壘有點短 來不及 李凱衛跑出了道壘成功 現在兩出局之後呢 攻佔到得點圈 看看劉凱衛能不能夠來打回 打回來 有沒有機會穿很深的位置 沒有機會穿 看看三里這邊會不會overrun 沒有 不是有蹲外角 而且飛上出去 這位是投不投的進去 喔 漂亮 150 超過2400轉的一個訴求 讓郭顏文師會半路空遭到的三針 結束衛球龍在一局下的攻勢 留下兩個雷包的殘累 還是兩號殘壞 看可以選掉這球不簡單吧 精采 看到左下角這個九宮殼 確實出去了一點點 而且蠻瞭解竹城今天的喜好 所以蔣少鴻又上壘了 要成功機率會很低 是 這球帶起來 在中間方向飛球 中外瑜手很快就已經來到了落球點 完全能接殺 這個飛球其實打得還蠻不錯 可是在空中飛行的距離比較久 投手要投好球進來讓一下 這就不一樣了 那後來在右半邊的滾閉球 二手接球傳遊擊 再往一壘鬆 傳的有點歪彈 還是來得及抓到出局數 又是一個Double Play的出現 今天兩隊在前面兩局 都有出現雙殺打 又會壓縮 對 這個球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出現了一個平凡打 一路滾到了拳打牆邊 現在林孝晨 手刀衝刺也是要來到了得點圈 這個時候在一出局的情況之下 打出了二藍打 一號兩塊 這個時候只先送壘包 送幸福 剛才就在講前面兩顆球是 帶北風擋得很好 這個完全擋不下來 爆頭 這個球 也是有點冒險 因為三壘角成是快的人工草皮球 高彈跳的話 投球不好送 那現在可能又要退回去 那現在是左打針 我覺得機率 得分的機率會是比較高 一號三換 現在是李凱未來的出棒好機會唷 結果這還是一個四壞球 而且吞得有11K啊 擠壓到軟入的滾地球 傳二壘再往一壘送 一壘這邊來不及 劉激鴻的打點出爐了 這時候雙方頒平戰局1比1 是就是4月4號對同一 4.2局喔 來看一下二壘手撲下去沒辦法 所以林孝晨今天擔場的第二盞打出現 這個時候打穿了二壘防區行程安打 提防林孝晨萬一一流眼就倒壘成功喔 這球拉回來非常的強勁 是一個平飛球落地行程安打 現在林孝晨有的跑 繞過二壘之後呢過站不停 來到了三壘 這個時候呢敲出一支二壘安打 李凱未 郭彥文 二支零現在第三次來站上打擊區 一樣是二三流跑者 第一球碰一下在左半邊 落地行程安打 現在分數要回來 第一位跑者回來第二位跑者呢 現在也回到了本壘 這個時候一棒兩分 郭彥文喬打見功啊 打下了衛球龍第二以及第三分 三比一 對 陳冠軍去年球季出賽了五十四場 繳出了生涯年的數據 但既有十次的終極成功 不過這個時候呢 面對到第一位的走達者 陳品傑就投出了四壞球保送 真的是偷點 要拼速度 拋過去 結果是誰 沒有抓到 投手打 打中間方向打穿行程安打 現在陳品傑繞過了三里之後呢 過戰不停要回到本壘 哇 相當積極的一個進攻戰術啊 張鎮宇自己也非常的開心 收打打出了一個穿越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擴大領先 四比一 點下去 點得不錯 投手接球 直接示意來傳一壘 對 成功的犧牲短短的掩護 隊友上到了二三壘 這個球你如果投進來 集體只要是會灰的喔 但是已經是蹲得很外角了 哎唷 其實代表已經示意說你就是往左打這邊投過來就好 對 是 又是打者的好機會 球數一號兩塊 補手蹲外角 這一球出棒拉敗在右半邊 一壘手接球 傳本壘 再回傳到一壘這裡 一壘這邊來不及 不過還是封殺了三壘 要往本壘衝的跑者 再縮小一點點 這一球進去的進攻中間 放下穿越新穿安打 現在第一位跑者回來 第二位跑者繞過了三壘之後呢 也回到了本壘 這個時候劉基鴻建功一棒兩分 再度擴大魏拳龍的領先為6比1 右半邊 出現了安打 蔣紹鴻 我真的是真正的蔣炮 開季連續七場比賽有安打的演出 近幾年的狀況就是有點不上不下的 是 不穩定的情形下 最後連帶就會影響到前面來了 哇 怎麼現在 舞排效應 但是又出現了寶送 這幫來看一下結果 打出了單場第三支安打 哇 天哥本季第一場猛搭上了比賽 這個時候呢 敲出了單場第三支安打 攻占到了一壘 控球一直是他的罩門 這球帶起來在中間方向那個平飛球 這個距離應該是夠遠了 三連上的跑者現在手刀衝刺往本壘走 江振宇是高飛西支安打 在打下球隊的1分7比1 還有整個打線串聯是非常的穩定 中間方向這裡看一下 穿越又是一支安打出現 林孝辰單場的第三支安打 現在看起來又要帶有打點 往三壘走 這個時候三壘也是C 林孝辰單打 再度帶有1分的打點 單場的第三支安打 兩號一壞 這一個變化球 還是讓生化也變成電風扇 遭到了三陣 決勝負的時刻 速球過來151 面對到陳真 現在球輸又是絕對的領先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這一個變化就讓達者變成了 人體電風扇遭到了三陣 林孝辰是完美的關門 在九局上首起刀落投出了三連K 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 魏群龍就以8比1 氣氛之下擊敗了富邦漢將 讓富邦漢將吞下了二連敗 開界的戰績來到了一勝六敗 魏群龍則是勝率回到了五成大關 四勝四敗 虎多拿下了本賽季的第二層 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介紹這場比賽的MVP 前天 新鮮的過程 大陸 有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